最近,韓國的戀愛實境節目 《單身及地獄》的一位參加者宋志雅 因為外型甜美、身材火辣、個性又穿滿自信 突然爆紅吸引了上百萬的粉絲 有人說她像是 Blackpink 的 Jennie 和 Jennie 都是人間相奈兒 因為她不只有一張高級臉 連在節目上穿的衣服也幾乎都是名牌 而網路上,更掀起了宋志雅、穿搭等等的話題 不少人真相模仿 但有網友發現,宋志雅身上的穿搭飾品 竟然可能都是假貨 例如Dior短板上衣,品牌根本沒有出過這個款式 而假的,只要台幣370元就買得到 名牌項鍊細節也跟正品有些不同 還有香奈兒上衣早上絕版不可能買得到 整支市民被踢爆之後 宋志雅也親自道歉,承認一部分商品確實假貨 並把之前有問題的貼文通通刪除 但還有網友發現,原本節目介紹她是一個美妝YouTuber 應該是個素人 但其實宋志雅早在2019年,最近和經濟公司簽約 是一個有專業團隊,會幫忙操盤行銷的藝人 買假貨,不行啊,不要啊